在事發之前曾經說 飛機電力故障和燃料不足 多次要求降落 凶難死者的遺體移送到序基現場附近 莫德林市的簾貨 作進一步檢驗以及確認身份 哥倫比亞當局已經準備好零車 確認死者身份後 就會將遺體移送機場 以便送返巴西等地 另一方面 多位巴西官員組成的代表團 帶同死難者的指紋資料 已經到了哥倫比亞 協助當局的辯認工作 希望可以加快進度 巴西住哥倫比亞大使 比泰利表示 當名死難者的家屬由於太傷心 將人會隨團到當地 以免再受刺激 調查方面 當地一間電台公開說了一段 相信出示飛機其中一名機師 和機場控制塔女職員的對話 機師當時表示 飛機電力完全故障 以及燃料不足 多次要求降落 又表示航機失去控制 錄音的尾段 機師報告指航機 正在出示山區大約9000尺的上空 錄音紀錄的地點和時間 都大致與空難吻合 當局早前已經找到 兩個俗稱黑合的飛行紀錄儀 正在分析數據 當局有希望在星期三 去有一位生還的空中服務員落口供 出示航機載著包夾球隊 查比高恩斯多位球員和職員 在查比高恩斯的主場 繼續有球迷前來悼念 開動 回到時 去中文 超級 再加密 我 請 再加密